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孟子离楼章去上约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所以社会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规矩 也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必须去遵守它们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 更为可怕的是 不是所有的社会规则都会暴露在明处 总有一些社会潜规则隐藏在暗处 如果你不了解 你就有可能摔得头破血流 不过人都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的 暂时不懂得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学习 如果悟透了这四条扎心的社会潜规则 你对人性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未来就能在社交场合左右逢源 一 成年人的世界不分对错 只看利弊 我们都知道 只有小孩子才会天真的想 自己认为的对错就是绝对的对错 这也是应该得到所有人认同的 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世界千奇百怪 自己认为的所谓对错 并不一定就是别人心目中认为的对错 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对与绝对的错吗 难道劫富济贫就一定是对的吗 难道把沙漠都变成铝洲 一定是力度于弊吗 言论一定应该自由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人的是非观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是自己的事情 和别人去讲对错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 人与人的世界观 是非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 总是试图以这样做事对的 来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行事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未免就太有之了 我们的诉求应该得到满足 因为这是对的 正义的 你不满足我 说明你是错的 邪恶的 所以你该被打倒 涉事未深的人 有一种常见的思维是这样的 但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 他们就会明白 自己认为正义的 对的观点或事情 不一定是别人身为的 正义的 对的 自己的 是非观 并不是绝对的 是非观 那么 这意味着 一个成熟的人 会放弃 自己的 是非观 搞虚无主意 肯定不是 一个成熟的人 应该把 是非观 留给自己 使用是非观 用来指导 自己的行为 而不是 用于对外的诉求 当一个成熟的人 需要贯彻自己的 是非观 对外部 施加影响的时候 他要做的 不是告诉别人 这样做才是对的 所以 你要按照 我的期望行事 而是要分析 别人 在此日中的利益得失 通过利益 来迫使对方 按照自己 所期望的 对的方针行事 现实生活中 我们务必要明白 试图用是非对错 来说服别人 按自己的期望行事 只是百费利息罢了 例如 老板成天和员工说 要尽业啊 要感恩啊 天天画大饼 许诺空头支票 打鸡血 拜托 成年人 早已不是生产队的驴了 看着挂着的一根胡萝卜 就一直拉抹 这显得有点天真 相反 制定能够促使员工 尽业的薪资方案 能让员工有存在感 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 有碎银改善生活的 这才是成熟 宣扬无私奉献是对的 宣扬亲政连结是对的 这些口号能控制腐败吗 最后控制腐败的是什么呢 是检举 惩处 归根结底 是利益 二 人一弱 身边坏人就多 当你弱的时候 身边的坏人最多 有一期 伊丽静对黄渤的访谈里 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黄渤说 当他还是个歌手时 去唱歌天天都是冷遇 去了以后 接不出帐来 各种受骗上当 在剧组里各种冷遇 碰到各种小心机的人 后来扯名之后 身边的人都变得热情起来 对他也换上了 关怀备至的态度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 那什么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呢 能找到的解释 就是来自豆豆的 遥远的救世主 原文是这样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 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希望 破格获取的文化 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籍 而弱势文化 由于亦学亦懂亦用 成为了流行品种 从这里可以看出 弱势文化 其本质讲的是依靠和跟随 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就是破格获取 弱者没有自信 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 所以从本质上讲 弱势文化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 信奉弱势文化的人 总想着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规律 去获取更高阶的东西 比如想考公务员 升学考研等等 有没有一套东西 我花多少时间背下来 就可以过关 考驾照 我能不能买一个 这些或类似的案例 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弱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说怎么洗掉 自己身上的弱势文化 可以参考以下两点 一 认识人性 大家都说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是有道理的 尽管历史兴衰 交替时间悠久 时代变化很快 但是有一个规律 进化的很慢 几千年 从来就没怎么进化 这个规律 就是人性的奴隶 我们需要认识到 趋炎附势 是多数人的正常状态 不然 一个小人物 突然被周围人 热情包围和对待 这正常吗 这不正常 所以说 别总说虚荣心 虚荣心 神人都有 看你怎么利用虚荣心 冰心 早已写在了一首现代诗里 成功的话 人们只惊险他现实的名艳 然而 当他的眼耳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撒遍了牺牲的血雨 二 尊重规律和自然法则 别总抱怨事态炎料 强势文化 都是从弱基文化的阶段 成长起来的 简单理解就是天时 地利 神和 天时是什么 简单比方 农民种农作物 要做农事 错过了最恰当的时期 可能就会有影响 甚至减产 很多人之所以成功 我不是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之上 别总说什么神定神天 非典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搞定了没有 没有 只是控制住了 但是 非典并没有完全消失 小小病毒都这么厉害 你能超越自然法则吗 所以 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在不同的时期 做不同的事 在不同的阶段 享受不同的乐趣 另外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 注重的是 自我甚知和能力的提升 内心的强大 弱势时 低调 缩小交几圈 专注于自己的手头工作 关心最轻的人 提升自己的技能 承担责任 三 贤贫爱富是常态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贤贫爱富是人情中的常态 这是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种表现 自古至今就一直存在 究其根本 是从动物时代就一直存在的趋利避害的本能 发展到更高级的需求之上 学生时代 我们学过的生物科学上一个实验 单细胞生物草履虫 会往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方向 何况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呢 再者 富有的人或者有名气的人 都会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渠道和影响力 吸引没有途径的人 衣服或者能够获取属于自己的信息 比如全红禅 没有成就外险时 家里贫困无人问津 在日本东京奥运会上 摘得金牌之后 来往他家的人 踢破门槛 最后不得不限制外人进出 不让人打扰 四 身边人最妒忌你的优秀 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 却不能够原谅一个身边人的掌声 这是人性中的众多恶之意 因为你长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就像一根刺在他的身边 时时与他形成鲜明对比 显示着他的平庸 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尤其是在农村里 在亲戚间 你过得比他好 而他心里妒忌 甚至暗地里害你 这世上 除了你的父母 没有人真正愿意你过得好 有这样一个案例 A和B 两人从小就关系很铁 可以说是最亲近的朋友 都从各自的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 稍有联系 数年后 A辛苦上进工作 成为一家企业的高管 B 在几年间 频繁换工作 混得不好 要求A帮助他 管理这家企业 A帮忙B 安排了一个职位 一段时间后 A发现 下属看自己的眼光都怪怪的 甚至在员工面前 失去了微信 怎么回事呢 原来都是B太了解 A的过去了 经常在职工面前 将A小时候 和学生时代的丑事 糗事 比如说 A几岁时尿床 追女孩子时怎么样 有人看了这个案例 就纷纷不平 这是农夫和蛇的 现代办案 这么理解没有错 A的处理方式 有两种 一种 开掉B 及时止损 另一种 就是放任 放任的话 有可能A的位置 就保不住了 甚至丢掉工作 为什么B不懂感恩 却烦要一口呢 究其深层次的心理 是妒忌心 A以前是什么货色 我比谁都清楚 凭什么 他过得比我好 还是我的领导 嫉妒心变为仇恨 哪里能够静下心来 找自身的原因 认识了这一人性中的恶 我们要做的事 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时 自己不要成为B这样的人 承认差距没有错 支持而后涌 身边的人超过了自己 刚好可以成为自己目标 徐心请教 积极改进 人人皆可为圣贤 以上就是四条扎信的 社会潜规则 你都了解了吗 希望对你未来的生活 有所帮助 最后 祝大家都误出人性真相 让自己的人生之路 更加顺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